伊朗反对派领导人穆萨维说 反对派运动将继续从事反对政府的斗争 星期六穆萨维在伊朗有争议的总统选举一周年之际发表上述讲话 反对派曾计划举行集会纪念选举周年 但本星期早些时候穆萨维和他的同事卡鲁比宣布取消示威集会 此前警方官员曾威胁要镇压抗议活动 这两位反对派领导人都表示 他们的决定是为了保护伊朗人民的生命和财产 2009年选举结束后 反对派活动人士走上街头 抗议总统埃哈·麦迪·内甲德靠舞弊胜选 但政府否认这一指控 伊朗当局对示威进行了严厉镇压 逮捕了数千人 有80多人因参加示威活动而被判处长达15年的有期徒刑 另外还有一些活动人士面临死刑判决 前总理穆萨维和卡鲁比同总统埃哈·麦迪·内甲德 一起参加了广受争议的选举 反对派说穆萨维本应在选举中获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